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同學,現在我們來到生物船羅館 生物船羅館 生物船都是 中式湖船 最基本的一個結構 就叫雪蜜隔艙 通過很多這種隔艙板 把它分成一個一個的 彼此蜜蜂不會透水的 船艙 這個雪蜜隔艙是我們中國人最早 發明的 所以在當時宋元溪區的海上絲綢之 公認我們前周 當地的湖船是最好用的船 你父親他是國家旗的飛翼船成人 所以你是不是從小對於這個 就水蜜隔艙浮船的這種戲 非常的熟悉 從小是去接觸過 當然不可能說 從小是很熟悉 史萊社開始 在我畢竟做的過程中 就參與幫忙 又打下手 做我做到後面 就參與一些項目 慢慢參與 慢慢參與 然後設置到整個設計 或船型的確定 整個設計 我後期是比較嚴的一個人 從小 生活在一種 強權的環境之下 所以是一種十幾歲 就很想走出去 對我不想在他的圈子裡面 想平個日子吧 就闖一番天地 剛開始狀態怎麼樣 年輕人有衝勁嘛 什麼事情 什麼苦 都能吃 偷偷摸摸摸的 把行李從樓上丟下來 走後人跑了 戲劇性的方式出走了 對 那最終為什麼會選擇 還是要回到父親身邊 然後從事跟他一樣的這個行業 那我的身份證到期了 我必須換 在我等新的身份證出來的時候 我後期他承接了那個 靜陽湖綜合保存的項目 那中挺大的一個項目 所以我就覺得說我 應該幫他一下 因為年紀也大了 不能再讓他一個人 而且又不在生物本地 來來回回編波 他自己回開車 我們一起做過的一個大北方吧 在建造的過程中就發現我父親講過了一些話 會造成那個方式 其他的相關的東西 就覺得我這樣說了 確實是對的 尤其是他現在不在了 所以在回憶起以前的一些過往 我發現說 有時候還真的是不懂得珍惜那個時候相處的時間 像這些手稿 一般一些都是在70年代 天天白天他們造船做工 晚上這樣用的煤油燈 昏暗 而且他都會熏 還有味道 錢的人雖然說環境 工作的環境不好 但是絲毫不會影響到他們的工作的態度 對 像我父親那一輩的老師傅在做事情 都是講究的是精力求精 一個比一個好 越來越好 不然 不存在降低這兩個字 所以你看他的圖子都畫得非常精準 你看這麼似的 有線的人看到他改過的圖子 這麼一點點可能我們覺得沒什麼 但是對於他來說 他都不能接受這麼一點點差別 這些東西對你現在還有沒有實際的作用 有的 因為像我現在 比如說我還想一直復原 或者傳承這個虎傳的東西吧 所以說 畢竟 我們能實際經歷過的虎傳非常有限 只能在模型上面去感受它 那麼我父親那些手稿 那種那種更深刻的了解 傳統古傳的一些特徵精髓關係 都有各方面的非常多的內容 古傳就是說古代中國在福建地區 建造的一種乾蒙古 在外人看來很不了解 他覺得可能你只是為了硬性地去完成一個 所謂的傳承的一個任務 或者是你自己有沒有什麼樣的其他考驗 在裡面 不是說實話 對於剛開始 我也是不大想來這裡的 可能我覺得這沒多大意義 他又不能真的做一個東西 後來我慢慢接觸 發現了其實很多孩 都在那邊很有興趣的 人家想了解 人家有需要我們就有意義 但更多人知道 曾經有過這麼漂亮的一種船 就像現在說的 全州那個 送援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 做出非常重要的貢獻 所以它不只是一個簡單的交通工具 對應該說它就會變成一種文化弧號 其實現在在咱們學校 進行這種興趣小組的這種教學 其實它的課實很有限 現在一週才一節 那這樣的學習會 比起來相對來講 會不會比較 不那麼像一回事 其實就是用激光 現成的我們意義的東西 我們就不讓它去寫這些 木作的基本功能 對 讓它直接可以 從零組裝一個螺旋 知道我們要完成 那種成就感 對它人生的 那種態度也是會有所影響的 所以目的不在於說 培養一位專業的從事的人員 而是說更希望說以普及性的方式 讓他們去了解 怎麼緬難了這個傳統的造船的記憶 培養一種它的思維方式 或說它的一種 對它做其他事情 可能都會帶來很多的奇怪 想到我 也許可以把虎船嚴肅 開發成一個實驗性的茶盤 但是人家給我的意見 很有意思 很好玩 但是我 不會買 為什麼 它的內涵 讓它有意望 但是外觀上它 還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就發現 其實很多東西都衍生到 蘇宜一座文創 很多東西出現了矛盾 路子是對的 但是中間還需要一些細節的採取 比如說設計等等 出現一個矛盾 你要保持它的一些本身 你就得放棄另外一個東西 對 怎麼去融合它 找到一個合適的點 是要很難的 其實現在很多人對於 非儀的保護這一塊 它有兩種態度 就是 一種聲音是說 它覺得有一些東西 它不實用了 它就應該直接進博物館保存 那還有另外一種 是覺得它非儀應該是 繼續傳承下來 甚至要走向產業化的這個道路 所以你對這樣的這種聲音 你怎麼看 非儀做上產業化 我覺得這是非儀要可期去發展 一走的一條路 當你重塑在行業裡 你不能給自己創造一定的收入 所以它肯定就是沒辦法生存 但是也有存在一個就是 叫好不叫做的問題 那既然有存在這個問題 你當時有沒有猶豫過 退卻過 就是說可能對自己有點自信吧 我有能力 我可以把這個東西做好 可以把它做成一個漂亮的東西 不是單純做一個工藝品來看 我們在裡面注入 技術本身的核心內容 所以基於這樣的一種信心 所以你是覺得如果推向這個 文創的這個方向 其實是完全沒問題的 所以才會有這個產品 這個就是 這是最近開發的一個 我們創的一個產品 是吧 這個 做這個東西之前 我有一個原則 我打出這個東西 不容易讓人家說 這不是虎船 可能有人覺得 我說哪裡 哪個部分做的不大位 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講完錢 把它批判說它不是虎船 我有底氣給你緩駁這一塊 比如說 像這種 單純骨 尖底 這是虎船的基本特徵 很像理論的隨意葛昌 在這個版本的基礎上 你想說 保持它有的東西 讓拼裝更簡單一點 還有一點就是開發 吸引不同年齡段的孩子 為了保持這個模型 扶船該有的那個弧度 完美體現它 就是一直不停地修改 一直不停地做 扔掉了貨物板 可能這麼一大堆 才有今天的這個成品 對 改了多少次也自不充足 這要保留就是傳統服 傳它的細節 包括它的外觀的造型 又要讓那個就是 動手去玩的人 他要簡單入手 也不能太複雜 所以在兩者之間 取得一個平衡其實挺難的 出場來的 大 穩創 又有一些堅持 非常難把握 所以當時設計這個產品的時候 比如說你要完成它的整個 這個構建的偏接 是不是都要用到很多膠水啊等等之類 沒有 當時我們就是為了實現不用膠水 所以才會花費那麼多的時間 我在傳體上 就是說產生任何額外的構建 對 或者說影響它的外觀 所以做了非常多的嘗試 但是後來還是有所 打不到非常滿意的效果 我就想找個跟老師有溝通 有看見一個小的塑料機啊 它好像很小哦 對對對 好像有這種東西 那不我去找一下看一下 我們在一起商量 一起研究 看看怎麼把它做得更好 在這個拼裝的湖床模型 也是第一次在公眾面前公開展示吧 然後第一次參加這類型的展霞會 可是心裡也是 不是很有底吧 不知道這種市場的受歡迎程度 怎麼樣子 其實也有在一些平台上發布一點短視頻 好像沒什麼還想 所以就想是拜訪一下這種 在新媒體方面嘛 做得比較好的短視頻博主 向他請教一下舉起經 其實你要發一些這種 非儀啊 手工啊 傳統化這種類型 其實它 比較不容易活 不太像是短平快的東西 它而是真實 我很真實地告訴別人 我做了這個東西 讓別人在你的視頻裡面看到 你今天在做什麼 我的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做 傳統手藝人 應該在這個平台上分享給別人的 因為現在的觀眾 他已經養雕了 他要的是真實性 他不想要你演戲 我們之前做過一個 跟金昌秀合作的 發的這個視頻呢 這個是他現場在秀的 那我做的就是一個紀錄 這是一開始那一副 滴水神獸的一開始 現稿的時候 在店的棉布 互動 然後他來跟我分享 那如果是你自己個人的話 你就以自己個人的角度去分享 我們也很驚訝 那樣的一個作品賣掉了 多紀錄 多分享 把好的分享出來 別人才會看得到 我們也很驚訝 那個環境其實是太平洋 有一個多萬廣闊的海洋 包括這個海洋 不是以船的工具 我現在做了船相關的工具 就是說 也不極限你做一個船的模型 不想以船和載體 可以開發出 或者衍生出很多不同的運動場點 不僅僅是模型或者岩鞋 只可以包括一些服務 以船為基礎的載體 我們也同樣打造一個男孩 但是今後呢 可能面對 會有個更廣闊的一片天敵吧 像我們現在 一個新的花展方式 也沒有什麼大 我們通過這個基礎吧 了解它 探索它 或者狂妄一點就征服它 反過來都衍生出來 需要做這種做文章 你要跟著 是由社會的發展 對 和這個社會的環境 寫相持 相互相成 相互相成 是由社會的